看一下,这个番茄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现在已经是八岁花了 八岁花了以后呢,整个叶片 你看一下,清枝绿叶的 没有任何病害 而相反呢,我们北头那一段呢 叶片已经开始有点早衰的症状了 这两个番茄呢 唯一的一个区别就是当时空旺的区别 因为这个番茄呢,当时我们采取了一个空旺措施 就正常的田园管理空旺措施 而那个番茄呢,因为是在门口 想长得好看一点 因为我们这边经常有人过来参观 长得好看一点 所以就没有采取空旺措施 长得非常高 结果到现在的时候 两种番茄已经有区别了 这就是我们在平时的种植管理当中 对这个空旺这个认识了 有很多现在一些种植物啊,就是排斥空旺 或者是蓬莱没有用过空旺的 只要发现没有说特别旺掌的 就不空旺 但是现实当中呢 你这个番茄不可能不旺掌 因为你下面的肥水都给的比较充足啊 所以不可能不旺掌 所以说呢 前期一定要去合理的去进行空旺 空旺的和不空旺的对比以后呢 你会发现空旺的长得相对说没有不空旺的好 没有不空旺的壮 但是一旦到瓜果以后啊 到中后期以后 你就会发现空旺的长势非常坚壮 不空旺的就开始出现有早衰的症状了啊 这是我们在种番茄这几年当中总结出来了一点经验的啊 有时候去一些朋友的大朋友里面去看啊 很早的时候做我就开始出现早衰症状 很多的时候情况下 就是因为没有合理的去空旺 啊 番茄空旺这些话啊 一般用嬉消做多一点是吧 啊 一般倾向我们是一个季节在前期的时候 一般用两到三次空旺 啊 不要一下子空死啊 空一次 看着稍微有点望着再空一次啊 这种方法啊 啊才能提升我们这个番茄的产量